我们继续跟Teddy说 他离开新艺城 有几间公司开了 那时候为什么会离开新艺城 新艺城本身分了三个 他们每人都有新艺城一部分的东西 但问题是 新艺城老板和我的感情一样 我不想得罪任何一个 出来闯世界 没所谓 智慧那边最轻松 我和阿伦又熟 我们三个人就变成好朋友 那时候来说 真正幕后的老板就是王玉洛 我们好朋友最少都有十多部电影 我不知道 有些我完全没有估计 在台湾也有一些 Patrick那边有拍《雪再燒》 智慧那边有搞《阿里伯伯》 很多不同的电影 但有些电影不适合香港 《雪再燒》香港也有做过 但是技术 是比较arty的电影 很欧洲电影 香港会接纹三个六 拍得一句句 之前我和方廉静 帮过手編剧 我挺喜欢她的特别想法 她的女朋友就是罗卓尔 于是我们拍了一部《我爱太空人》 我们也有很多人喜欢的 也都是很商业 但其实是OK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 所以我对方和Clara 那一批是很欣赏的 同时间我又挺喜欢林德鲁导演 她的东西是比较纯商业 我又把张回来拍《点子查查》 变成喜剧 也有她的一个很有特色 我又发掘了关明玉 王月娜先生老板说 Terry 你这四步去帮我赚到钱 她说 请我去泰国旅行 很开心的 但接着公司出事了 出事之后 我们被逼要另起路做 论说不喜欢做老板 她说老板压力太大 和周生谈好了有和 暖世而女是不是有和 不是 如果我做导演 但我拍得不好 因为那部电影是八九之后 是民运之后 影响到很大 因为那部电影我应该是拍喜剧 应该是他们要求我拍的 是我夜落香的那种认识 好像叫阿拉 对 对 对 你也知道 或者商业都还可以勉强 因为卡数都很大 票房都不差 不过作为作品来说 我自己当时就觉得 是有点怪怪的 不是太满意 如果我现在来报尸体失踪 那会不会大家好过些呢 报尸体失踪 不是人人报得的 你这儿是Van仔门 不是天安门 我做了一个最mini的渐时光 陈卡尼 那时司徒帮了很多 司徒彩案 他有很多散料 是笑到我们跳起跳 很好笑的 于是我就尝试他 他帮我量身订阅 我做一个经理人 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东西 整个电影就变得很疯狂 但那时已经是二十六四之后 但他反而 麦大杰处理得比我更好 他没有受过政治的影响 那么厉害 有时有一套 爱着别香的季节 我觉得又是一个 挺忽略的一套 好戏 我是很悲情的 同一个时期的作品 所以那段时间 我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 其实在纽约下 他们要冒很多欠 因为有方宁静在 那时是挺放手给他做的 但我很满意的 我就去揮他那个 所谓的上映 差点上不了画 但拉米上了画 但始终片段也不是太满意 但我很喜欢那部电影 是很暗的 看得很辛苦 那部电影就帮 那部电影的影响 后来他自己都觉得 哎呀 要改变少少 一触 对了 他认为可以商业 但现在说回卡士 都不开玩笑 现在来说 黎明周 维敏 李克勤 草猛 那部电影就不是他的 长存 不是他所长 那我们去到太影圈 太影圈是如何出现呢? 我后大老板就是保黎金 那他给一些股份给我的 因为我有品的 那他们就说 你不要紧 你当那部公司是你的 那于是就叫太影圈 然后大家一起量度的时候 就说 有什么故事可以玩呢? 我就想着可以拍 一部古装片 一篇小小小的小说 叫做游针 只有几页子 就将它发达 将它写成一个 是一个历史的epot 但是拍法非常之另类 非常非常另类 是舞台式的 整个电影的 整个电影的长度 不得了 然后那个过程里面 那些故事是一样 但是又变成了整个 不是一个正常的电影的节奏 但是因为这样 它又厉害了 它就变成了 入围威尼斯影子 现在是我们香港第一部 入围威尼斯影子的电影 但是那时候合作 跟现在的电影 全部的钱都是香港的 除了幼增 《太映軒》也出品了很多 就像李导演的《香港花月夜》 差不多好像一个 香港乐坛的历史见证 我看过一部法国片 它有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找一个夜总会 它说的气更厉害 是没有对白的 它变成了一句声音 一个夜总会 变迁 将整个法国巴黎的感觉 我拍出来 那我就 变成了一个香港的夜总会 经历过很多时代的变迁 我自己心目中 又记录了香港流行曲的一个过程 我欠给香港所有的音乐人 很可惜 1995年 其实香港的电影 已经去到 第一阵 第一阵 就下一个阵 我放了音乐电影 和音乐电影 香港人还没有成功过 我这部也不成功 很坦白 反而后来就是 TVB 很好给面子 他买了我的版权 他每次都是在很特别的时候 他就放了 过年 过年线 随直 我一直看自己这部电影 都很唏噓 但其实太英軒 我觉得很不错 很多电影 就像这部《青春那花》 或者《非常精探》 和你这部 我觉得不同的类型 你都拍了 我一向都是拍 不喜欢不同类型 不想被人拍死自己 香港的观众 好像不太认同 这些系统 不是 年代问题 我是很关注观众 我常常都希望拍到 这些系统是雅族共上的 但是 大围的观众 可能真的只是一个 Q-time 就是 为什么要有时间 看一看戏 所谓商业片 你一定要是 他牵袖到这方面 我又喜欢比较另类的 太英軒是一个 属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另有不敌的 因为他整个视角 是向下坡走 他也令到我决定 暂停 香港的东西之后 是没有拍戏的 有做电影音乐 有拍MTV 有拍广告 我公司也有做这些 但是就没有拍戏 我当我想拍戏的时候 我整个屎落了 连资金都卖了 整个世界已经变了 去到打雷台 打雷之前 我监制了Derry 第一部戏 野良犬 野良犬 野良犬是一个 很偶然的机会 但是我之前 野良犬之前 我真的找不到老板 都挺心灰意冷的 Derry 已经去到 他都差不多远 他都不知 怎样 继续玩下去 刚巧 智慧 好像清了一些工作人物 是他的戏开不成 他就说 你要这样用 就给你用 智慧 变成了我老板 因为他已经签了那些人 但是很少钱 所以说 之后 我们的关系很好 朋友的关系很好 然后 郑思继一直都跟他在一起 就算是野良犬 青苔 那些项目 都有跟他一起当 然后去到他两个合作 打雷台 我推了两次 解释了一轮 然后我自己都觉得 讲一讲一讲 好像有些挑战性 然后当然要改动一下 有些东西玩一下 在现场上 又爆了些肚子 第一句已经粗口了 目标发生什么事 之前我也拍过那部粗口戏 是粗口戏的 那部《张之亮》 那部又非常过人 有时候很多这些是魂器 撞得对一个角色 自己可以发挥到 你觉得你自己最受惠的 是哪个方位呢 我真的太花心 这么多东西我都喜欢 是我有份的 我都喜欢做监制 因为我还要说明 我喜欢做创作人的监制 我做监制的所有的剧本 我全部都有关系 甚至有些我还举了筆 但我没有放在自己的編剧 但由现在开始我不行 多多东西我就会放在自己做編剧 因为原来很重要 不然你没有死 我监制得最多 而且成绩也是监制最好 但我都希望自己是一个 可以还有机会做导演 成绩是以前比现在 但其实可能是在转型 我觉得是重要的 今天真的很多谢 Teddy 你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真的有机会去聊 谢谢Teddy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